首先请各位 第一件事当然桌面上是不是有Table Public 2022.1 好如果说你怕 如果你担心 就是说点错你可以点这个搜寻搜寻这边 去输入 Table 那我就快速点两下这个Table Public 2022.1 好 打开Table Public 再接下来 所以请点它白座开启 这是Table Public的第一个画面 然后接下来 他现在就是 在把之前画过的所有的仕图全部都要呈现 所以他很多地方他都会有 就是说占用时间 为什么出现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要告诉你说 其实他现在幕后在做事情 请不要任意的点这个取消 好接下来我们当然就要把它整理变成一个仪表版了 好 所以接下来我要教的是 请各位要开始操作咯 这是第一个动作如何增加 仪表版的工具 好请麻烦点选 仪表版创格 他就会在最后面 增加 那如果期望是在这张性别确定病例的后面 他这一张工作表的后面 增加 仪表版创格 你就必须要用 滑鼠右键 点 点 这张工作表 那么发现他就在 现在你的 这张工作表后面 增加了 这个仪表版创格 接下来我要 我要讲的是这一张 前面这一张仪表版 好 那各位在这个地方你 全部都是什么各年线是什么 所以你可以把 这个卷轴 这个卷轴稍微搬右边一点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内容 这样方便 等一下你拖 这边是要用拖曳的方式 把工作表 放进来 好 那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那这边 这边 就是 我们 仪表版只能放 工作表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知道 好 那 我们呢 先 设定一件事情 你会发现 这个仪表版的大小 它不是满版 对不对 可是我们刚画那些工作表是这样 那一个工作表的 四窗里面满版 建议各位 第一个 虽然他这边写大小 其实就是指 仪表版的大小 仪表版大小 麻烦请设定 设定 这个 这边 范围 简选 自动 选好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放 第一章 第一章 就是这个 资料表 各年 限制 确诊人数 怎么放呢 怎么放 就是从左边 拖曳 或者是 因为你第一章 你可以快点两下 只有第一章 如何把 第二个 仕途 第二个工作表 放在 第一章的上面 来按住他 拖曳 你没有看到有个灰色的影格 那就倒是即将放在这边 放开 这样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 请在下面这张资料表 资料表 2015年 2015 这边是有一个往下的三角形 往下的箭头 请点一下 在布局的时候 请把下面 这张工作表的布局 第一 我要先点一下下面 第二 请用拖曳的方式 扳下来一点 大概三分之一 三分 四分之一 那你一定会说 那个字 这样就缩小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我现在 我要再去 回到这张资料表 要告诉你 另外一种 检视资料表的方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 麻烦 你要从 仪表板的 这个位置 跑去 这张工作表 跑去那个 这叫做什么 各 年限制确诊人数 资料表 所以 就点它 好来去 请点 仪制工作表 仪制工作表的意思就是 我可以 切换到这张工作表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不管怎么样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要固定的 呈现 这个 这个 资料 所以这个时候的 这种检视方式 要 符合 宽度就好了 符合宽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回到刚刚这张 这个仪表板 把它给关掉 然后重新搬进来 重新 这上这个 各年限制 确诊人数 搬进来 然后把它 搬下来 这个字 就不会刷小的 在接下来呢 我们会希望 下面要换的是 各纪的分析 所以接下来就是 这个 各纪 限制确诊人数 我准备要搬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搬到 上面的右边 对不对 好 所以就按住它 按住这个 各纪限制 确诊人数 拖进到右边 上面的右边 放开 那接下来 右上方的下面 是我整个要放各月 限制确诊 然后 接下来呢 怎么放 你先有一个目标的位置 然后再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 按住 各纪限制确诊人数 拖进到 右边 好 来麻烦 麻烦 快速点两下 我现在的一个 情形 我想要去把 仪表版 某一个工作表 的这个叫做 现象观察 麻烦 我现在的做法 我就会把这些字 改到最小的8 确定 这样图是不是就会变比较大的 好了 一样下面这张图快速点两下 靠左对齐 靠左对齐 然后把下面这些这一堆字 改成8 能不能改成6 这边也快速点两下好了 因为我觉得一字线会比较好 这个改成最小的8 确定 那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又再稍微缩小一点 好 接下来这张图我把它改成 三分之一的宽 这张图改成三分之二的宽 好了我会希望把这一个的宽度 稍微 缩小到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这个 这个的宽度 缩小到三分之一 好 以上 以上这只是 移表板的一个布局 我接下来 我想讲 在这个地方 这移表板跟 移表板里面的工作表有 四张 这四张彼此之间 我要产生 互动 怎么产生互动 你会不会想要去看台南市 的 热剂 会不会想要看台南市 2015年 1月到12月的一个 分布的情形 确诊人数分布情形 所以 我们如何去做到 这件事 让 就是 移表板内的工作表产生互动 他是这样做的 简单的说 就是 点这个 三选 作为 用这个 作为三选条件 你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一张 也有一个三选 这一张也有一个三选 每一张工作表都有一个三选 对不对 好 所以 这里面是有学问的 这个三选是什么意思 你看 我只以他当作是 筛选去 他就是一个筛选去 也就是说 他是一个筛选条件的 设定 我现在只想看台南市 我就直接点台南市 其他全部都只会呈现台南市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因为 刚刚我在这个地方 我 只要看台南市 所以 我只要设定这张资料表 为一个 筛选的一个条件 建立 就是按这个 筛选 取消 取消台南市的筛选 怎么做 就 再点一下 这个按钮 这个叫做 简报模式 F7 他的快速键是F7 当你今天 你的老板 他会希望到处点 对不对 他可能这时候想法就是说 那我想要看台南市 对不对 所以他这时候就点台南市 全部出现的 就是 台南市 发生登革热 2015年发生登革热的时候 第三季 是特别高的 这个是就 看这张资料表的人 他会做这件事情 离开简报模式 ESG 跟PowerPoint的操作方式 是一样的 好